我都可以非常清楚 这个礼拜全台大乱 你想想看 现在6万人被居家隔离 你为了照顾这6万人 你要花多少力气 没戴眼镜 满脸疲倦 柯文哲一早和市府首长开程会 却改采线上模式进行 却因为柯P和副市长黄珊珊 被要求居家隔离 不断提出问题 药木良赶紧调查 看起来健康状况还不错 只是会被居隔 其实是4月13日 市长副市长在府内和中华智慧运输工会开会 讨论争取2026世界运输大会主办权 没想到其中一名工会成员 后来确诊成为案34273 导致在场其他16人全部必须居家隔离 到4月23日晚间12点才能解除隔离 这位确诊者其实与澎湖旅游团群聚有关 针对那个就是确诊者在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意料 那我们会去实际了解接触的一个情形 收到居家隔离通知后 柯黄两人立刻先到仁爱医院进行PCR采检 信号都呈阴性 柯皮也在脸书说自己没事 市府将会进行分流上班 强调公务不会受到影响 一切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而黄珊珊也在脸书透露 这是两年半来第一次休假 强调自己没染疫也不会传染 跟她接触的人不要担心 她也会随时紧停疫情 黄珊珊透过镜头报平安 只是前一天两人出席路跑活动 柯皮不仅到摊位逛逛 副市长甚至完成10公里的赛程 下午就立刻遭到居隔 如今外界偷期盼 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这波疫情真的烧尽了台北市政府 因为前几天4月13号的时候 柯市长跟黄珊珊一起 跟中华智慧运输协会 他们开了一场实体的会议 这是密闭的空间 大家虽然都有戴口罩 可是开会时间长达30分钟 所以后来卫生局还是决定 柯市长跟黄珊珊副市长两个人 即便PCR阴性通通都还是要区隔 要一直居隔到礼拜六 23号的晚间12点 好 那我们要看到 今天柯文哲他是透过视讯 来向大家报平安 我先请教一下玉惠姐 因为柯市长说 他这个PCR还有快塞都是阴性 请大家放心 不过另外一方面 他同时也指出 他说这个礼拜全台湾就会大乱 他说你看看现在6万人居隔 要花多少的力气 请教一下玉惠姐怎么看 还好柯文哲他一向他废话非常多 但是他过去的这个预言没有一次准的 那我们本来以为他这个被关起来 被居隔起来 他应该会很安静 我们大家可以安静一个礼拜 结果没想到他才第一天 他就这样子关不住他的嘴巴 实在让人家觉得 他就是台湾酸民的一个缩影 什么叫做台湾酸民的一个缩影呢 李医师我相信这个一定感触非常深 当我们大家还没有口罩的时候 有的人就在抢说口罩为什么我们这个分配不够 你为什么这个口罩一定要给我粉红色的 所以还害我们防疫五月天 我们要必须的那些人都要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那当我们有口罩机 大家都口罩有了以后 口罩要给送给外国人 就为什么不给中国 那你们这个官员简直是狗官 还有人在骂狗官 然后有疫苗来的时候 我们有了这个跟Codex买了这个AZ的疫苗 为什么没有BNT 为什么没有莫德纳 然后有了AZ 有了BNT 有了莫德纳 然后就又开始吵说 为什么打不方便 然后为什么我不可以选择 这些真的是酸民的代表 但是以上这些酸民的代表 都在柯文哲的身上 你全部可以找得到 柯文哲你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 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讲的 说我们要6万人居隔 为了要照顾这6万人要花多少力气 你不用想到这么6万人 你只要想今天你台北市有270个人 你270个人 你为这270个人你做了什么 你如果什么都没做的话 他就是一张嘴 只会我们有个广告词 对不起现场有很多男士 你这男人整回要剩一支嘴 我觉得柯文哲的一辈子只剩一张嘴 真的是你作为一个市长 每一天原来下午3点的时候 你像民众党大会一样 你就在那边步道 然后现在疫情 当疫情你应该在这个时候 稳定所有台北市民的民心 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 新北今天500台北270 你要告诉台北人说 我们今天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我们今天如果要让台湾的经济 如果能够跟世界上面能够接轨 要让台湾的这个未来 我们的发展能够在疫情 跟疫情共处的话 就不是你在那边讲 哇恐吓 我们有没有做准备 其实如果这个是柯文哲的话 我相信我们大家就完了 还好不是柯文哲 还好是陈时中他们在做防疫 所以柯文哲我真的是搞不懂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事实上 今天其实陈时中他有讲 我们今天第一季是打了84.13 第二季大概79 第三季就是加强季的部分 大概打了55.13 符合标准可以打的是有78.89 换言之也就是还有大概21%的人还没去打 所以要拜托这21%的人赶快去打 因为这21%的人如果不去打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 因为小朋友要去打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莫德纳的问题 刚才其实听李医师讲 因为莫德纳现在是也是国际上面都是紧急授权 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讲 就算有做三期 那个其实他的实验数字 其实也不是很大规模 也不会像成人一样是做几万人 几万人的那种三期试验 也都是三期试验当中抽一部分出来 针对小朋友来做 所以他那个本来就是紧急授权 那紧急授权呢 现在呢我们现在针对莫德纳 因为莫德纳我们好买 我们直接跟美国买 但BNT的部分呢 BNT就比较麻烦 是因为辉瑞生产的儿童疫苗 但辉瑞跟BNT共同生产 有BNT在美国卖的叫做辉瑞 那现在所以我们的卫福部是四方 跟上海复兴跟BNT跟辉瑞 就是一起跟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卫福部 一起来谈 可是现在上海复兴呢 这个又在摆烂 所以我们现在买儿童的疫苗的部分呢 其实又遇到卡关 因为现在又遇到以途不回的情形 所以现在因为儿童疫情的关系 其实等一下也可以请李医师来跟大家讲讲 韩国的这个例子 因为儿童的情况呢 在国际上面 因为遇到Omicron 它是比较轻症化流感化的一个关系 所以儿童的确是有重症的 但是呢 他死亡率其实也不是那么高 都是百万分之几 当然每一个孩子 这任何一条性命 这对于爸妈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但是你要打疫苗 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家长 跑到卫福部那边 去灌爆人家卫福部 为什么不给BNT 好啊那如果真的给BNT你要打吗 还是给了BNT以后你不打 现在你到底是 我们把这个问题追根究底 你到底是要帮小孩子 如果打了疫苗以后 你是要提升他的保护力 还是说你现在是 只要BNT的这个疫苗 你才肯打 还是如果说你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讲了 第三季现在打了55.13% 如果你家里面有老人家 如果你认识一些朋友 到目前为止就是那21点多% 第三季时间到了 你还不肯去打的 你应该先劝这些人去打吧 孩子们如果说 家长有一些健康的疑虑 或者是说怕会有一些副作用 因为孩子还小 李医师刚刚也说了 因为要观察三天 我们真的也担心孩子要怎么样 所以你又要选莫德纳 又要选BNT 我觉得哪来这么多酸民 然后你还记得当时的 这个柯文哲 没有BNT BNT当时就是因为 上海复兴在叼我们 所以我们只能够靠这个郭董 然后只能够靠台积电 只能靠瓷记 买来捐赠给我们国家 再不然的话 上海复兴我们是买不到BNT 这个不是我们台湾的问题 这是中国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结果当时还记得吗 他还要台北市政府 去编列预算去买BNT 结果我们的BNT到最后是怎样 是过多过期 然后不得已销毁掉 这些大家都知道吗 所以不要再听 那个真的要再对不起现场的 这些男性来宾 像村一只村的柯文哲 真的是就算死掉 那个骨头都烂掉了 还只剩一张嘴 台湾酸民的代表的柯文哲 你今天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你今天被居隔起来 你应该心里面你要觉得是 为什么在今天同样的 会有270个台北市民 你之前有没有做疫调 之前的疫调 你应该关心的是 疫调做的怎么样 他们的足迹是怎么样 有没有可能去扩大 这是你应该关心的 不是你去嘴那6万多人 那根本不该你擦拭 柯市长的问题 有关于医疗方面 我稍后再请主任来补充 不过现在 北市府的问题 要先请佩芬姐来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台北市政府 其实前几天就因为这个 有一位替代疫男确诊 所以他们同一层楼 北市府的发言人 媒体事务组十几个人 全部都被居隔了 那当天呢 柯市长在IG就发了这一张图 他说哇 今天跑行程啊 发言人 副发言人 这个副发言人 还有媒体事务组同仁 通通都不在 我自由了 这个自由太多了 没有人会在后面再戳我了 就没想到那一天讲完 马上就接到卫生局的通知 他跟副市长两个人都要居隔了 请教佩芬姐 你知道我觉得柯文哲 他就是那张嘴 我上次有讲他是见嘴 他任何问题 他不发言 他会很难过 而且他意见有很多 他忍不住 比如说他 讲说他自由了 因为他每次乱讲话 所以那发言人就在后面戳他 发言人都很紧张 不要乱讲 嘴巴要紧一点 所以他刚讲完就这样 你知道吗 你自己已经被匡列了 你还去拴陈时中 说陈时中在想选举 你知道吗 我看完这两个医生的对话 然后我真的很佩服 我们医生的IQ真的都很高 你知道 柯文哲才说 你不想容易 就不讲容易 可是不想很难 那陈时中也很厉害 就说 如果我连想都不能想的话 这个又不是思想犯 所以我们的医生们 IQ真的很高 我想你医师也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 你知道在这种时候 他们两个医生的斗嘴 我觉得真的台湾是真的很棒 可是我觉得台北市 真的不要掉以轻心 你真的已经 今天已经两百多人 今天两百七十例 两百七十是很多的事 然后很多活动 还在继续进行中 你知道吗 这个礼拜五 有一个团体 他就说有一个餐会 然后大家要去 然后一桌一桌的餐会 然后副总统要去演讲 然后大家要跟副总统合照之类 像这种 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认为那种餐会 可能都要延期 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餐会 4月19号在新竹县 就是妇女团体 结果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就全部延期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还是要小心 你知道就算你打过三剂 事实上还是会被感染 而且这个感染的情况 像美国又有更新的 然后听说比原来的2.0还要凶 我觉得台湾今天 我们过去为什么做得那么好 是因为真的大家戴口罩 很守规矩 可是我觉得你知道 我那时候就在笑说 每天不是说这个签那个 那个签这个 我那时候曾经说过 你现在因为都是酸位数 各位数 所以你可以说 张山理事这样延过来 如果你上了百 上了签你根本没办法 所以现在连那个足迹都不管 就是他去过哪里 所以很多人老百姓就很紧张 如果说他去过哪里 都不告诉我们的话 那那个就真的是挡不住 那台北市政府 你不管怎样 你现在至少要是 放一点心思在这个上面 而不是尤其现在选举到了 你知道像在菜市场 所有的那些要民调的候选人 都在那边 然后每个人要发口罩 所以我觉得他台北市 不是光在那边唱 讲空话 我觉得他真的毛病 就是那张见嘴 他不是那张见嘴 大家记得吗 这个我们每一个人 在刷实联制的时候 他就说我台北要自己弄一个 然后用那个实联制 我们每一个人用手机刷 就可以了 他不要 他菜市场偏偏要去再买一个 那个什么人跟温度计 一个 那过去呢 我们在口罩实联制的 我们在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健保快移通 我们去领 他不要 他非要去弄一个 那个什么什么口罩贩卖机 所有就他有病 都有自己的一套 他都要自己弄一套 可是偏偏都会失误 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病啊 而且他还逞人你知道吗 台北市现在真的面对这个疫情 必须要来绷紧神经 尤其现在每天都是这样上千例 所以我们看到 应该也大概有将近九个县市 都提出申请说要来启动 这个在家 这样子居家隔离的方式 可是柯市长他认为说 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全台湾 会因为这个居家隔离而大乱 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吗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邀请主任来帮我们解答